当一个人有钱有时间同时又对汽车情有独钟 再加上跳跃性思维将会产生怎样的奇妙景象 小哥花费了6万美元天价买来一台特斯拉Model 结果当这台车正式亮相之际 已然变成了这副尊容 根据他的计划要将这特斯拉Model与一台本田奥德赛相结合 传承一台全新的灵魂战车 听上去就令人感到心驰神往 视频刚开始他站在一台特斯拉Model与一台本田奥德赛之前 目前的画风还属于比较正常 这台特斯拉Model此时呈现出崭新的橙色 而本田奥德赛虽是老款车型 车况也是属于相当完美 只因不久前小哥无意中发现 两台车轴距竟然只相差1.5英寸 因此便突发奇想他打算将两台车合二为一 用特斯拉底盘以及动力系统为主体 搭载本田奥德赛车口 将特斯拉轿车改造为MPV 另外他还要求整个改装工程必须保持奥德赛车身完整 他的这番操作不少国内车迷似曾相似 当年SUV车型爆火之际 某些车起以轿车底盘搭载SUV车壳 可谓是韭菜割道手软 为了稳妥起见他特意买来一套火烧版特斯拉Model 相当于是一台试验车型 通过试错摸索和确定最终的切割位置 据悉一台火烧版特斯拉Model售价高达14000美元 只能说有钱人确实是相当任性 随着火烧版特斯拉Model残存外壳被分别拆除 本田奥德赛的前脸车壳也被一一摆放到位 紧接着他手持切割机器 对着背件车型开始动手 由于特斯拉Model采用了一体成型全铝车身 出于安全性考虑只能拆除外侧蒙体 很难对车辆底盘构造进行调整 尽管如此就算小哥完成了车辆改装 在上排条件极度宽松的美国 这样一台改装车型也不具备上路的条件 为了施工难度 他最终还是决定从废车厂买到了一套 本田奥德赛的车壳总统 于是乎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两套废弃车型在吊机的帮助下准备完成合体 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两车之间各大边缘位置存在诸多冲突 因此还要继续进行大范围的切割调整 尤其是特斯拉Model的底盘部分 想要保持完整性已经不再可能 包括轮煤裙边都被无情切除 甚至还包括特斯拉侧边的滑道 也就是说小哥最喜欢的侧滑门正式宣告破产 好在初步预装之后 呈现出的效果算是相当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需要重新更换一套小一圈的轮植 接下来有了上述的试验数据之后 他终于是正式对这台原版元器的特斯拉Model动到 只可惜不久前还崭新的特斯拉Model 如今成为了钢管车型 这台特斯拉Model属于4S版本 或许是上天对小哥的行为也颇为看不惯 因此他最想要的侧滑门 最终也是宣告破产 尽管有了之前的试验 但是最终的结果可以看到 小哥还是更加侧重于对奥德赛车壳进行改装 在车壳下落的过程中一点点清除过程中的障碍 除了挡泥板与车轮位置略有些许偏差之外 奥德赛车可与特斯拉Model底盘尺寸大致匹配 从初步结合之后的效果审视竟然是毫无为何感 不过由于此时特斯拉前挡风部分 还没有进行拆除处理 因此看上去显得十分怪异 如果从车辆的行驶状态观察 很显然小哥的改造工作 已经初步取得了成功 从目前已经呈现出的信息显示 作为车辆核心部分 特斯拉Model的动力总成并没有丝毫变动 被拆解的部分也仅仅是蒙皮覆盖件 而且底盘与覆盖件之间的支撑都有不错的表现 眼看大事已定 正是对特斯拉的前挡位置进行了切割 此处出现了一个细节 他将特斯拉Model的前挡位置 进行了细致且完整的拆除 打算后期荡成二手拆车件进行出手 正所谓该省的省该花的话 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 很多二手拆车件对于有着精修服务需要的修车厂 可谓是绝对的高附加值配件 有些修车厂家甚至会点名购买 与世故车同一批次的拆车件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 完成了对特斯拉Model多余部分的切除之后 再度安装奥德赛车壳几乎没有任何难度 毕竟之前的障碍都已经完全清楚 至于车壳与底盘的焊接工作 对于他而言完全是小菜一碟 从焊点的细节可以发现采用了拖架链接的方式 用高强度钢管作为媒介 在前脸位置对车架与车壳之间的缝隙进行连接 只要不进行高速激烈驾驶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 侧裙位置则是采用脚铁作为媒介 确保不会留下缝隙 最后就是对车门进行安装 原本的侧滑门成为了固定窗口 而且焊点的选择也都是集中在四梁八主区域 尽可能提升车身强度与一体性 经过简单的急加速 急刹车之后 确保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他开始对车辆覆盖件进行组装 随着前挡风玻璃被安装到尾 一台电动版本的本田奥德赛终于是完成了涅槃重生 不过后期小哥还要对细节部分 进行相应的修饰整备工作 比如说车辆大灯的安装 看似不起眼的部件却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 此刻一台完成换新的特斯拉版本奥德赛 已经是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透过镜头一眼可以看到 不差钱的小哥并没有对车轮进行改小操作 轮胎与挡泥板之间的缝隙处于明显不合理的水平 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严重车損 如今小哥的兴奋之情已然是异于言表 他迫不及待希望各位观众 给自己的爱车取一个文雅又响亮的名字 他也表示这台车的改装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除了车身五花八门的漆面颜色之外 略显空旷的前引擎盖内部 大多数线数都没有链接 大灯也是徒有其表 全车最明显的外观变化 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 首先是轮胎轮毂相比原车明显增大 其次车辆中控台为了填补缝隙 采用了金属板件弥补的方式 同时也成功盖住了特斯拉Model前挡位置的切割痕迹 在遮丑方面小哥做得相当到位 站在整体角度评价他的改造过程 或许是由于时间问题也或许是过于心结 很多方面略显粗糙 尤其是将奥德赛原本的侧滑门变成了一台样子 只能说是非常遗憾 如果他想要长期把玩这样一台神车 后期从车辆内试到限速配置 以至于车身漆面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检修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